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自助餐的价格每家没有一定的标准,因此常有网友分享自己夹的菜色,有些人捡到便宜,也有人买到贵的,有网友日前去自助餐店夹菜,只夹4块不大的烘肉,外加一点高丽菜,价格近高达70元,根本可以直接买个便当,让他相当傻眼。 陈信网友在脸书抱怨公社PO文,透露去高雄某家自助餐店吃饭,夹了4块不大的烘肉,一点青菜,以及半碗白饭,没想到结账时店员喊他说要70元,让他相当不敢相信。 陈信网友直呼,是我太久没有吃一般的自助餐了吗?这样结账的时候是70元,我还吓到了,我还问店家说这样70吗? 对方说肉就60了,陈信网友也无奈自己当下还是去结账,很后悔自己不懂得拒绝,这价格真的太贵。 不少网友看到PO文都相当不可置信,认为这样70元真的太贵,干脆直接买便当还比较划算,又能吃得饱。